一提到肖战的代表作 可能很多人除了陈情令 想到更多的 肯定是《庆余年》这部剧了 在剧中 他示演了严冰云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的表现还算是不错的 只可惜 在电视剧第一季的最后 却挖了一个大坑 严冰云和范贤遭遇到包围时 他居然当场反水了 这也为第二季埋下了一个伏笔 我们也是满心期待着第二季的到来 在三个月前 心理传媒就公布了 《庆余年》第二部的消息 很快便引来了我们的注意 根据心理传媒的计划 《庆余年》第二季 即将在这段时间正式开机拍摄 也因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可是作为第一季留下大坑的人 肖战能否出演这部剧 却成了一个谜 我们从公布的这部剧 《演员表》里面 可以看到 很多第一季里面的主要角色 像张若云饰演的范贤 李沁的林婉儿 以及郭麒麟 宋毅饰演的范思哲和范若若等等 但问题也来了 就是在这个演员表里面 我们却没有看到 关于肖战的出现 在第一季里面 他饰演的颜冰云 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演员表里面 这说明了什么 大概率的一件事情 肖战出演这部剧的可能性 已经微乎其微了 因为前几年 肖战的花样作死 已经标注着他的事业来到了尽头 那些制片方背后的资本 可不是什么大善人 他们拍摄电视剧 是为了赚钱的 既然是为了赚钱 肖战这样一个烫手山芋 在他们眼前 就是一个祸害 那么出演的可能性 就微乎其微了 但是作为肖战粉丝的小伙伴 别因此灰心啊 毕竟在第一季里面 肖战饰演的颜冰云 在这部剧里面挖了一个大坑 这个坑怎么填 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可见第一季里面的重要程度了 恰恰是因为这种重要的缘故 我们换过角度想想 就会发现 肖战还是有可能出演的 毕竟这么一个剧情大坑 换人来演 这部剧的口碑还要不要 毕竟贸然换人 带来的口碑影响 可不是一丁半点 我们看到很多因为中途换人 而口碑崩塌的电视剧 在这里 我们就不去过多赘述了 可见一部剧的口碑 对于电视剧的影响 有多重要了 所以这么一想 肖战还是有可能出演的 但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那就真的是不太好说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顶流肖战在庆余年里面 为什么被指得罪化妆师 一部庆余年 让众多网友都加入追剧大军 改变了临近年底的巨荒状况 这部被称为全谋大剧的古装剧 实则是一部笑料百出的喜剧作品 剧中情节可以说是脑洞大开 老戏骨和年轻艺人的搭配 也为这部剧奠定了粉丝基础 演员们的表演 更是让整部剧充满看点 一秒钟都不敢快进 生怕错过了什么 在众多年轻演员中 有一位不得不提 那就是出演严冰云的肖战 正在追剧的小伙伴们 应该都知道 严冰云在这部剧中的戏份并不多 一直到最新播出的几集中才出现 但是这部剧还没播出之前 肖战参演就引发一阵热议 虽然如今肖战出演的严冰云已经上线 但是大家依旧纷纷喊话不够看 于是大家就将关注点 投向了网络上曝光的精彩花絮 众所周知 严冰云刚刚上线的时候 是一个被敌国抓住的俘虏 遍体鳞伤的他面色苍白 而救他出困境的男主角范贤 还充当起了大夫 细心地为他服药 两人的对话和互动也是相当有趣 严冰云是出身高贵的公子 身穿白色滑服的肖战 透着屏幕都能让人感受到 他身上的那股高贵气质 但是因为要出演遭受了严刑的人 肖战化完妆后 嘴唇发干发白 变得十分憔悴 颜值下降太多 就连脸型都比戏外的时候 更加棱角分明 胖瘦这种东西 对于演员来说 算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但是想要表现出 一种苍白无力的状态 还是要靠化妆师们 所以许多人说 肖战得罪了化妆师 在庆余年官博 放出的拍摄花絮 肖战在化妆之前 那完全就是一个 唇红齿白的玉面小生 整个人活泼开朗 神采奕奕 和剧中病泱泱的颜冰云 相差甚远 因为肖战的唇色 看起来过于健康 所以化妆师们 只能用化妆品 将他的唇色给压制住 化完妆之后 唇色苍白发干的肖战 看上去明显憔悴了不少 完全没有了之前 唇红齿白的好状态 看到这样的肖战 网友们都对肖战 原本的唇色表示惊讶 还有很多女粉丝表示 自己的唇色 简直就是化妆后 肖战的同款 不得不说 化妆全的肖战 气色是真的好 肖战健康的唇色 告诉我们什么叫做 天生力至男自弃 要不是这个角色需要 估计肖战出演的古装公子 又是翻版的魏无羡 但无论是瘦弱的脸庞 突出的裙骨 还是苍白的嘴唇 这些都完美体现了 小颜公子在剧中的状态 与大家期待的 颜冰云的模样 完全一致 接下来说 庆余年二已有进展 陈道明与编剧聚餐 曾被船与肖战双双退出 庆余年第二部 被船开机后 又有新进展 有网友爆料 曾在庆余年第一部中 饰演庆帝的陈道明 与编剧王卷深夜聚餐 疑似为第二部做准备 引发热议 在被曝光的视频中 陈道明身穿灰色短袖 和黑色马甲 头戴棒球帽 背着双肩包 现身北京某饭店 与朋友聚餐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一行人聚餐结束 朋友们先从饭店出来 站在门口聊天 等了一会儿 陈道明才出现在饭店门口 四人又聊了几句之后 才各自散开 虽然看似是一场 简单的朋友聚餐 但有眼尖的网友 在其中发现了 庆余年编剧《王卷》的身影 他插着腰站在门口 与陈道明热聊不断 引发了网友的猜测 难道陈道明 要继续饰演庆帝吗 陈道明在庆余年第一部中 饰演老谋深算的庆帝 将一位帝王的城府 心机演绎的恰到好处 让观众看得酣畅淋漓 这才是真正的老戏骨 几乎要把男主角的风头都抢光 也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庆余年第一部 2019年末热播 演技在线 剧情紧凑 制作精良 让这部剧一经播出 就大获成功 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好评和喜爱 由于第一部的高质量高水准 不少居民眼巴巴地盼着第二部开机 终于在6月份 某视频平台官方表示 庆余年将于2021年第四季度开机 引发无数网友的期待 开机时间终于有着落了 大家又开始琢磨选角的问题 不少观众还是期待着 能够原班人马出演 毕竟有了第一部的经验 原本的演员合作会更有默契 然而在众多的讨论声音中 却有网友爆料出 陈道明将不再出演 庆余年第二部的相关角色 这一消息被爆出之后 剧迷们纷纷哀嚎了起来 没有陈道明的庆余年 就完全没意思了 失去了可看性 随后又有网友爆料出 剧中的另一位灵魂人物 陈平平 吴刚 将不再继续出演 而顶流肖战 也将退出第二部的拍摄 一下子被传出好几位 关键角色更换演员 不少观众都降低了 对第二部的期待值 然而正在此时 陈道明却被拍到 与编剧王卷私下聚餐 两人热聊不断 疑似为第二部做准备 让剧迷们 一下子活了起来 如今庆余年第二部 开拍赛集 受到无数网友的 关注和期待 灵魂人物陈道明 是否会继续出演 而顶流肖战 又能否再次加盟 都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你们如何看待 第二部的选角问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